这几张大衫 你看看 你看看 就剩下这二三十个兄弟了 这么少 那还打个屁 你先别急嘛 我们可以找帮手啊 腿的 你去找老荒雅 跟他说 打下了老银雇 山头归我 钱归他 是 马子 咱俩可事先说好了 打下老银雇地盘归你 金钱归我 你这是哪一处啊 你不给人家点好处 人家能帮你出兵吗 你放心 我给他多少 就给你多少 这还差不多 小心一点 快拿着 你说 三十二 Load 别忘了 这还不是 这 盼头就少了 这什么事呢 过去的一些事也都记起了 有时候也有点糊涂了 还没糊涂 还不算太老 老了 还是 还是 王寒奎这小子说得对啊 你说 咱们不能一辈子就当着土匪吧 你说不当土匪 咱们还能干啥呀 去招安哪 你还记得 五年前那个临城 那种劫撤案吗 你说最后 孙武那小子 他招了安 让官府给他毛害了 这官府啊 不能信 大哥 你是当家的 你怎么决定啊都行 我最近呢 晚上睡不着觉 怎么做梦 总梦见 怕我 对不起这帮弟兄们 大哥 你这时候说这种话干吗呀 好 不说了 不说了 碧妹啊 你去给我熬一碗 那就 那叫什么来的 桂花粥 桂花粥 对对对对 就是桂花粥 我最近啊 这晚上做梦都在闻着那种桂花香啊 我这就去啊 快点 快点 隔几个 跟上啊 找得这么多人 风吹西瓜皮 三爷 看戏 是三爷回来了 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 啊 大端家让我下山招兵买马 是吗 三爷把人给带回来了 是新来的兄弟们哪 套什么进化 开窄门 好嘞 成立开门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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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撑上了 兄弟们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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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打枪 不知道 不过好像是从山文那边传过来了 娘的 又是谁来找事了 走 看看去 大冠家的 现在有伤在身 我们几个去就行了 是啊 没事 这儿 走 来 这哪来这么先生的 他们是怎么上来的 我先给你 马大人 你这人可快死光了 快怎么投降吧 老大人 这真花子 老大人 我是老三哪 你身上有多少人 我可都清楚 赶快退去 你投降吧 是他那老三 你上岗背叛了 我宰了他 大人 大人 现在大人要回去 快快 快快 快 看来咱们是守不住了 快 快去把季风他们 都叫回来 咱们一起 从后山的密道里 逃出去 回去 密道 对 这叫 车到山前必有路 我弟 他没骗我 大灯家的 原来你还留了一手 做人嘛 总是要留一手的 我上山的时候啊 我就天天转悠 终于有一天 我发现了这个密道 今天终于用上了 你快去 把弟兄们都叫回来 咱们一起撤 快去 忍着点啊 咱们一起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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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要走 你要 transpose 哎呀 我的妈呀 这些都是我的了 都归你 好 那我一份 就找这个术 一个字都不会伤你的 谢五言一言九鼎 真没想到 这不当下的险 到处都被找到麻辣呀他们 老三 你的山上还有什么地方 能藏人吗 没有啊 我在老英国这么多年 没有啊 老三不知道的地儿啊 给我继续找 我就不信他们能飞到山上去 兄弟们都给我听好了 打死一个老英国残匪 伤大人物快 好 好 好 快继续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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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冬瓜 又一个 小冬姐 又一个 好 汉贵哥 你别太用力了 伤还没好力做呢 我直挺挺的 在床上 跑了好几天 你该出来活动活动了 况且啊 这户外空气好 这精神头啊 马上就来了 汉贵哥 你看 小西瓜 小西瓜 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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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汉贵 出事了 出大事了 什么事 正午麻辣带着人 把老英国给灭了 走 走 走 这儿有一村子 那儿是歇一下 好 咱们先进去歇会儿 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骚扰老百姓 好 来 走 先趟快 走 走 爹 我们到里面休息一下吧 好 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走 走 走 慢点 来 小心啊 慢点 小心 老娘 我去 给你浇点水 老四 二哥 二哥 老四 二哥 你怎么在这儿 受伤以后 我一直住在乡竹家养伤 我听说老英国出事了 我正要赶过去呢 大当家呢 大当家 在祠堂那歇着呢 我正要赶过去 快 老四 大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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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四 老四 你还好吧 我当初没听你的话 死了这么些弟兄们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弟兄们 大当家 别说了 正亲慢 封起大当家 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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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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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暗爹说过 凡金疮失血 脉需细者深 十大折 四 什么粗的细的大的小 我问你人怎么样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伤得太重 没得整 是 或许还有一个办法可以知道 去找徐大夫吧 我去 我让家的 我和韩汗让韩回去吧 我和韩汗 舅子 老云谷 昨晚被正午麻子给灭了 那关我什么事呢 死了好多人 大当家 这没有别人 大当家受了重伤 现在人在里村 那 怎么了 你能不能把气喘匀了再说话呀 我说完了 说完了 说完可以走了 上回大当家放了你 这回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他凭什么不放我呀 这 徐秋辞 徐大夫 人命关天别义气用事 能不能把咱们俩的恩怨先放下 去 师父 找我 六甲 坐 六甲啊 你跟我说实话 江中家那伙人是干啥呢 是 是王汉葵的朋友 王汉葵的朋友都带着枪呢 我听说王汉葵在劳英雇当过土匪 那会认识劳英雇的吧 村长 你什么意思啊 你就直说 那好 我跟乡亲们商量过了 叫他们不要保官 你去劝劝他们 叫他们走了得了 那他们都是土匪 那我说能听我的呀 那也不能叫村里的乡亲们 跟着他们遭殃啊 这要是县里边知道了 我这个村长有没有命活着还两说呢 这可是窝藏土匪呀 你跟我按回手 去劝劝他们 六甲啊 我也知道你有难处 要不这么着 我回头外长乡亲们准备两袋粮食 我亲自找他们说说 你还说你去说吧 我不是说 你 村长 我说句公道话吧 老员工那帮人虽然是土匪 可是他从来没有动过咱们 再说 人家是来投奔汉奎的 咱有啥权力年价做过 那王汉奎咋了 他又不是咱们村的 他是我兄弟 以后巴掌还是相处的男人 他以后就落户在咱们村了 你 回家 来了来了 徐大夫来 徐大夫来 徐大夫 你们给看看 大大家到底怎么了 那你们先出去吧 大家都出去吧 我帮忙就行 走 他这又是刀伤又是枪伤的 得赶紧送县医院 送县医院 那岂不是把大当家的 送给警察 那你是想把他送给阎王爷吗 这我不能做出 一会儿大伙一起商量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呀 出了什么事 我可以向我爹求情 他现在是我的病人 我会保证他的安全的 好 我先简单给你处理一下啊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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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夫 我这种人 不值得你救 何况 你也救不了我 我是大夫 怎么会救不了你呢 我都伤了 我都伤了 我自己知道 徐大夫 你是个好人 你跟你爹不一样 好了好了 你别说话了 一会儿到医院就好了 你别动 别动 徐大夫 不用 我好了又有什么用啊 我用工没了 弟兄们都死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 那门口我还有那些活着的人呢 你得快要他们活下去啊 不管了 我不管了 太美了 她就是 有什么用了 川普 你先住个大的女友 你それで 这 我们会觉得 还不过 这被원的什么看到呢 好了 好了 先不 先你别说这些了 好 这 这都怎么了 咋了 还认得老子马 往不高赞 放开 男人 放开 张老祖 认出来就好 老子现在就崩了你 不打理他 别同意 怎么了 自己人 谁在自己人啊 老子跟那个仇大放了 行了 你有点破事 有比旧大唐家的重要 饭 待会儿 我们要送大唐家的 到县城医院 你们先回去吧 那 那个人是谁呀 一个老朋友 老朋友枪杆的张海亭呀 走吧 走吧 别加了 走 许大夫怎么样 你快去看看吧 他已经没心思寻死了 别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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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死不死的 能不能不说这样的丧气话 咱们千辛恶苦逃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了你们好好的活着 反正等你伤好了 咱们弟兄再杀回老原故 你还没当过土匪呀 大放假 不管你在哪儿 干什么 咱们弟兄都跟着你 啊 大唐家 外面有个村长找你 让开 让开 老朽见过大唐家的 村长 你有伤事吗 我真是没想到 大唐家的伤得这么重 我也知道 劳盈顾都是蒋庆语的好汉 可是村里啊 都是老实八角的农民 这通匪的罪 他们担当不起呀 所以 别说了 何愧 大当家 咱们走 咱们走 大当家真是一波晕天 一波晕天哪 何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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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奎 汉奎兄弟 汉奎 汉奎兄弟 汉奎 汉奎兄弟 汉奎 汉奎我们 六指儿 你跟真嫂 你们就留在村里好好过日子 好 那行 汉奎兄弟 如果以后有什么事的话 记得这村子里面 用六哥和六嫂 好 好 走吧 小林 柴局长 秋思在吧 他跟王汉奎走了呀 跟王汉奎走了 对呀 你怎么报官 不是贴了告示 说他没罪了吗 喝口水 大当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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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没 没有 这小子 肯定他娘的偷偷跑回村子了 我去找他 老八郎 大当家的 你把他找到 带回来就行了 别 别再找麻烦了 你放心吧 小心点 老四 你过来 老二 大当家的 大当家的 我有话跟你们说 大当家 我活不了都长时间了 大当家的 别说不吉利的话 别说了 我们现在去医院 你给我把话说完 大当家 这第一件事呢 就是 我死了以后啊 你们就把我 一把火都烧了 那样呢 干净利索 省得留个分包 还让你们牵挂着 这第二件呢 就是 我想把这大当家的位置 交给你 你们都听好了 以后 王汉奎 就是你们大当家的 他说一 你们不能说二 听见了吗 大当家 我 兄弟 我知道 你不愿意当这个名字 可是 可是 我把这位置交给你 我放心 季芳啊 大当家的 呀 从你入伙啊 到现在 我就把你当儿子看了 你不会怪我啊 把这个大当家的位置 交给汉奎吗 他当家的 别说了 我都疼 季风啊 韩奎他有本事 韩奎啊 韩奎 你记着 一定要给这帮兄弟们 找一条量长的道路 让他们安生地过日子 大当家 你别想把包袱丢给我 你要对这帮兄弟 去走量长的道路 安心过日子 你自个儿带他们去 我不行了 我老了 我也活不成多长时间了 我以前糊涂啊 你说我要早相信你的话 咱们老英雇 就不会有今天了 可是我现在不糊涂 我把这大当家的位置交给你 我放心 你答应我 你一定要答应我 韩奎 你 徐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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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呢 徐大夫 你还记得我当时跟你说的话 我记得我记得 天大地大 好吃什么 你一定要多帮着老汉奎 放下心里的仇恨 老良太 徐大夫 云奎 你也必须 你扶他 你扶她 当家的有声自尽了 大当家 我答应你 答应你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这得跑哪儿去了 这小兔崽子 爹 你这小兔崽子 大当家都那样了 你还惦记着吃你那鸡呢 谁叫他们捡我们走的 给大当家吃 大当家就好了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赶紧走吧 走 你叫村长啊 把村里所有人都叫到私房来 好 都跟我走 好 好 走 我哭了 怎么车 我哭了 我哭了 我哭不温 以前 五十一 白难 我哭了 是 算 我哭了 不是 等等 让老八了九金败 建大当家最后一名 我们回来了 但 但 但 大刚刚了 大 大头救了 大头救了 你不能死 你还没吃我的鸡呀 吃了你就好了 哪来的鸡呀 我都来的 就知道偷 你一会儿说交给我干净点 你们都听着 别在他娘的给我杀人放火 偷鸡魔狗 你们的土匪当上瘾了 把你们脑门上土匪那两个 再给老子擦掉 擦不掉 就用石头膜 用刀子刮 大大加临死前 交代我给弟兄们找条出路 我的出路 就是堂堂正正做人 做土匪他娘的永远没出息 听懂了没 大当家说一把火把他给烧了 免得大家念想 你枪转 点火 点火 我叫你点火你听见没有 我叫他 我叫你 你叫我 你叫我 然后 快 你叫我 把人 你和我 你做 你叫我 我叫你 来 刚刚讲的 这季风的恩情 季风忘不了 季风 才给您唱一段 路上听 季风 爹 爹 走好 昔日有过 安大县 天 残师残 相同 有 我 我 大人家救命 来 先生 我真不敢骗您 万汉葵他们真的走了 你们涡仓土匪该当何罪 我们哪敢 还是我们把他们赶走的呢 知情不报 一律案通匪处置 现长 你就饶了乡亲们吧 我给你磕头了 行了行了行了 你起来吧 谢谢 谢谢现长 死罪可免 但是活罪难逃 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计 凡是年轻力壮的 都去当兵参加北伐军 我要参军 都听听啊 这么大点儿孩子 这么高的觉悟 我同意 张伟大人 可以 你看 他还是个孩子 拿杀去参军的 你干什么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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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娘 你看这岁数也不大 你这么大儿子 我跟你说 你儿子很有出息 这么小就知道为国家服务 作为娘你应该 应该支持 我支持 支持 等他长大的时候 我一定让他去参军 叫什么人 小 小疯瓜 嗯 愿意当兵吗 愿意 小疯瓜 欢迎你的加入 去吧 牛奶别给我回来 牛奶别给我回来 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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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别去吧 老牛 弟兄们 有什么打算 有什么打算 你现在是大当家的 你让我们干什么 我们就干什么 好 我想带大家去参军 参军 参哪个军啊 徐怀局投靠了北伐军 我想去找我哥 偷他的部队 我不同意 没你的事 我参加我哥的部队 不仅仅是向你爹报仇 也是给弟兄们一个出路 我也不同意 二哥 你刚才说 你让我们干什么都行 就是不能投你哥 那是姓张的部队 难道让兄弟们 放下枪杆子 回家种地吗 好 二哥不为难你 带好弟兄们 二哥 回老年过 给大当家的报仇 这个残平败将怎么报仇 你带弟兄们投你哥 我一个人去 二哥 不能走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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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二 你冷静一点 大哥的尸骨危寒呢 你就要去送死吗 咱们换个山头 不找兵买马 再找正午麻子和老三报仇 你们就爱当土匪 我刚刚说什么 当土匪永远没出息 没出息就没出息 你管不着 我跟二哥走 好 汉葵现在是大当家的 我看你们全家的谁敢不听大头 你咋不听呢 张大帅跟老子有仇 跟李他娘的也有仇 老子跟周麻子有仇 恶意当土匪 就突然再找找你 好啊 你们就是不理解 大当家的一片苦心 是不是 爱当土匪就去当 这大当家我也不想当了 我也不当了 不当了 阿总 你这样当家 我跟你去投你哥 我们他娘的都跟你去投你哥 你不要再找他 你不要再找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